藏春阁的新官人娇姓 原是林家庄的女儿 家有良田十余母 父母双全 兄弟五个 精壮有力 个个都是种田的一把好手 他五岁嫌女红 八岁学裁剪 十岁会持家 秀的鸟儿会唱歌 秀的花儿能引蝶 十里八乡人人夸 十五岁时母亲千挑万选 定下了礼装小二郎 长相俊秀 勤劳能干 家境富裕 婆婆和善 兄弟亲厚 真是百里挑衣的好姻缘 三个月前 他偷偷烧来蝴蝶银簪 他羞涩扭着身子不敢接 他红着脸对他说 大妹子 将来我定不负你 世间千万句蜜糖话 都不及这一句话甜 飞针走秀秀嫁妆 精雕细琢打家具 只待秋天 索那喇叭 从礼装敲到林庄 欢欢喜喜 上花轿 洪水滔天 恶力四湖 一息之间 凉田烟尽 房屋倒塌 家园尽毁 疼爱他的父母 被大水吞没 宠爱他的兄弟们 被巨浪卷走 等待他的良人 连尸首都找不到 再没有人送他出门 没有人接他上花轿 善良的婆婆一手抱着大孙子 一手抱着他 哭得死去活来 永远梳着油光水迹的发迹 穿着整齐干净的他 已经流落街头 乞讨为生 两岁的孩子饿得皮包骨 他睁大黑白分明的眼镜 看着这哀红遍野的世界 尚不明白发生了什么 逝者已逝 生者如斯 他背着婆婆 自愿迈入青楼 换得残羹剩饭 换得一线生机 换得残羹剩饭给孩子吃 原本想悬梁自尽 可是有天到酒时 不经意在莲外偷听到 李牙医抱着翠红姐 借酒消愁发牢骚后 他改变了主意 活下去 一定要活下去 纵使从高高的美梦 坠入深深的魔窟 纵使每日每夜 都是做不完的噩梦 无论生活再痛苦 他也要活着 活着 看那玩乎职手 贪婪残暴的狗官 被天打雷劈 死无全尸 戴白发苍苍的海主士 用慈爱的眼光 问他往事时 他直觉对方来历不同 连动手动脚都不太会 不像长逛轻柔的客人 说不定告状有望 便狠下心肠 赌上性命 哭得肝肠寸断 李牙医说 张贤林奉旨修堤坝的时候 贪赃亡法 收了上万两银子的好处 水灾前 堤坝早就出现裂缝 他却置之不理 只顾寻欢自落 待 堤坝决堤后 还和黑心商家联手 外道做表面功夫粉饰太平 内力却哄开米架 逼得许多没受灾的人家 也家破人亡 混账 太混账了 海主是气得胡子直颤忙问 李牙医何在 酒后失言后没几天 他就掉河里淹死了 左陪的姐妹也越了强盗 意外死于非命 娇性抬头 狭边两道长长纸粉泪痕 他的眼睛是愤怒的火光 嘴角却是讽刺的笑容 你信吗 谁信谁是傻子 海主是不傻 娇性双膝跪下 重重地磕了三个响头 且身死不足惜 只求将张献令的恶性上达天听 可观是京城商人 狭义无双 妄为嗅水百姓 深渊 海主是经不住赞叹 仗义多从 土狗背 自顾侠女出红尘 这种天怒人怨的大事 我会尽力帮忙的 娇性感激地再磕了三个头 他抬起婆娑泪眼 抽屉着问 大爷 你说 世上可有青天 海主是犹豫片刻 肯定道 青天难说 阎王尚在 青天大老爷 为养精蓄锐 收拾恶贼 早已睡得香甜 活阎王站在屋外的梧桐树上 饶有兴致地 看那穿着夜行衣的小贼 跳过墙头 偷偷摸摸混进他房间 怀抱着官府印记的银钉 四处东猜猜 西藏猜 样子实在有趣 小贼忙碌半天 终于将脏屋放好 正欲打到回府 回头一看 屋主已悄无声息地 站在门口 手里拿着大刀 带着两个 聪明大眼的双胞胎女孩 正似笑非笑地看着他 过来 夜招勾勾手指 谁派你来插脏的 叫什么名字 清宫不怎么样啊 小贼吓了一大跳 迅速冷静下来 直到失败 他猙獰地从怀里摸出的鸳鸯刀 带着满是风声 横劈过去 夜招慢悠悠转身 慢悠悠闭过 一脚踹去他的屁股上 然后脚尖用力 左右打着拳 狠狠揉了几下 啊 我的屁股 小贼杀猪般的惨叫 像只翻不过山的乌龟四爪滑水 努力翻腾 奈何夜招踩的有趣 无论他怎么挣扎 都离不开那千军重的脚尖 腰间 还有块张少爷赏的银子个着 硬邦邦地压迫骨头 疼得他眼泪直掉 简直比上次在县崖挨板子还危惨 秋水半蹲下去 温柔地看着他头上痛出来的冷汗 柔声道 别急着求饶 等将军踩断几根骨头再开口 也勉强算得上友好的风骨 秋华忧伤道 很痛吗 上次有个刺探君的探子被抓到 拒不着是谁派来的 结果被将军踩得骨头根根粉碎 半身不随 生活不能自理 在牢里拖了几天就去了 不过好汉就得这样 你千万别招 就算骨头全断了也别招 将军好久没拷问了 要让他采个尽兴啊 小贼毫不犹豫 连猪见识地开口 我叫长雅狗 语言是大牢里的小偷 张南华少爷盼来的 只要将官府库银放在您的房间里 就把我的罪行一笔勾销 否则就把我母亲和妹妹卖窑子里去 哎哟 痛死我了 大爷你高抬跪脚 饶了小的 有眼不知泰山的鼠辈吧 叶昭缓缓将脚收回 秋华赤下道 你不怕母亲和妹妹被卖了 陈阿狗理直气壮道 我死了他们一样活不成 被卖了 还有口饭吃 秋水摇头 姓张的色胆不小 连将军的男人都敢碰 陈阿狗这时才从将军这个所谓称呼里回过味来 他虽不懂官场上的品阶 也不敢问将军的男人为啥是个美貌公子 最重要的是 将军这个词听着 怎么都比县令厉害 抬头又见夜昭脸色难看得像阎王 吓得魂飞魄散 跪下不停磕头求饶 直说自己是猪油蒙了心 盗窃官淫是死罪 张南华居心叵测 夜昭怒急 只恨不得将这兔崽子脱去剥皮 他沉默良久 叔叔那点还不够他赏眉娘 买一个月衣服首饰的银子 冷笑着吩咐 把官淫留下 你回去告诉张南华事情办得妥妥当当 然后把他的下一步动作统统告诉我 然后 陈阿狗小心翼翼地问 死活不走 夜昭收起腰刀 干得好 我就饶你一命 陈阿狗松了口气 捂着快开花的屁股拐着腿 蹒跚覆命而去